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在浙江杭州,现在我在杭州的街头上 今天准备去一个地方,准备从杭州去往绍兴 从杭州到绍兴的距离不是很远,好像只有40公里左右 而且从杭州到绍兴的话,有很多种交通方式 可以从杭州这边乘坐火车过去,也可以乘坐大巴或者是自驾 当然还有最后一种交通方式是乘坐地前 杭州现在到绍兴也有一条地鞋开通了 今天我就准备从杭州去往绍兴乘坐地鞋过去 今天就带大家体验一下从杭州到达浙江绍兴有多方便 中间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现在我已经来到杭州的一座地鞋站 这边是杭州地鞋五号线,后朝门站 准备进去乘车 现在是下午1点20分,从这个站要坐到终点站 然后再换乘绍兴地鞋一号线 准处准备进站乘车 现在我已经到达地鞋的乘车厅了 乘车台这边 这里是杭州地鞋五号线,后朝门站 去绍兴的话是要换乘绍兴地鞋一号线的 姑娘桥站,这边是往金星的方向不对 是在对面 从金星站前往姑娘桥站,是中间站 最后一站 看看上面写着 双桥站姑娘桥站换乘绍兴地鞋一号线 车来了 车来了 进站乘车 看一下中间要乘坐几个站 从27站乘坐到39站 中间乘坐12个站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为什么杭州的地鞋有两个标志 有一个标志是杭州地鞋 还有一个标志是杭港地鞋 为什么一个地鞋有两个标志 很奇怪 谁知道的话可以解释一下 马上就到终典站了 五号线的最后一站 姑娘桥站 终于到了 到达五号线的中间站 姑娘桥站 一共坐了40分钟坐到这里 现在准备换乘绍兴一号线 姑娘桥这一站还挺大的 看一下 从这里准备去乘坐绍兴地鞋 看看这个扶梯有多长 通天大扶梯啊 我现在到达绍兴地鞋一号线的乘车站里面 姑娘桥站 也是杭州地鞋五号线的终点站 从这边乘车 终点站是方泉站 车还没有过来 绍兴地鞋一号线是今年刚刚开通的 开通好像没有几个月 可以从杭州直接做地鞋到达绍兴的 绍兴地鞋来了 这车是一个红色的车 准备上车 大红色的车厢 其实这样有好多座位啊 找一个位置坐下 从这边看一下绍兴地鞋 给大家看一下绍兴地鞋 这个屏幕还挺漂亮的 中间有一个桥 两边还画了很多画 有绍兴的那种房屋看了 绍兴地鞋一共有三个站 从方泉站到工程桥站 绍兴轨道交通 牙前站到了 它这个到站之后 中间屏幕上有一个圆圈 东西在转 哇 中间这一站是到地上了 刚刚从地下直接跑到地上了 从地上可以看到外面 现在这边是到达绍兴的地界 浙江绍兴 浙江绍兴好 疫情防控 看看外面的村子 绍兴有几个站是在地上的 绍兴有几个站是在地上的 这边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房子 看这房子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整排的 浙江村兴兴兴兴兴小区 应该是改造后的房子 西沙路站 看看瘦心的环境 特别喜欢瘦心的这个电子屏幕 看这个关门的这个地方 像不像一个屏风 有竹子 特别漂亮 请先下后上排队后车 接下来是临航路 选择在右边 请您乘坐地铁兴兴兴 全程配搭 看一下瘦心的地铁车箱 这边还有电子屏幕 请您乘坐地铁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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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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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 我现在坐到绍兴地鞋的鲁迅故里站 准备从这站出去 从杭州那边坐地鞋过来的 这一站是绍兴地鞋鲁迅故里站 因为绍兴是鲁迅的故乡 从小就学习鲁迅的课文 像什么从百草原到三味书 还有祝福同一集 整一些文章 我们的大文学家鲁迅 所以就连这一个站 这个地鞋站里面 装修都是这种比较有文化的气息 地鞋站装修的好漂亮 有很多画 准备出站 谁不敢 终于出来了 到达浙江绍兴 从杭州坐地鞋到达绍兴 带大家全程体验了一下 我现在站在鲁迅故里站 这是绍兴地鞋一号线 也是绍兴唯一的一条地鞋 现在已经开通的唯一一条地鞋 全程我看一下时间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 用了110分钟 从浙江杭州到达绍兴 大家觉得这个时间快不快 如果坐高铁的话 估计已经到了 但是坐地鞋比较方便 不用向高铁坐安典的话 关典的话那么麻烦 鲁迅的故乡 接下来带大家 畅游鲁迅的故里 浙江绍兴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如果大家想来绍兴的话 也可以乘坐地起来这边逛一下 谢谢大家